好了,大家 現在我就開始做第二樣菜 第二樣菜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菜心炒牛腱 牛腱不是很硬嗎? 可以用來炒嗎? 當然可以 牛腱有一個特性 如果你剛好熟的時候 它就很嫩滑,很爽口 但是一過了火 譬如過了150%的熟 它就開始硬 直到你炆兩小時之後 它才可以完全吃到 在外面吃到的 滷水牛腱 那種的口感 所以呢,其實很多的肉類 包括海鮮 我經常說的,貝雷那些 剛剛熟,就很嫩滑 很爽口 但是一過了火 就會很硬 就好像煮老火湯 可能要過幾兩個小時 它才會再淋回 那這個呢 就有很多肉類的特性 包括牛腱 還有鮑魚 這類也是 那今天呢 我又一樣 就買了一個很便宜的 這個是一磅 這個是巴西金錢腱 巴西金錢腱 巴西金錢腱 那就是三十六塊 值得吃啊 喂大哥 做生日 很重本的嘛 那現在就要便宜的 平民的 就是我們平時回復 平時生活的那種節奏 還有那個洗肺 那我呢 就是自然解凍 那自然解凍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拿出來 清洗 這樣 這樣 那大家見到 那個鏡頭呢 那些菜心呢 都已經浸了一排 那那本身呢 那些牛仔呢 其實就很乾淨的 就 外國的那些 那些 外國的那些 那些急凍肉 其實他都洗得很乾淨的 那所以呢 大家就不用 那就是不用說 好特別去注意 要分隔開 那大家這個很完整的 巴西凍肉協會的標誌 那大家看到呢 我平時買牛扭 又是這個標誌 這個 這個chop 這個chop 相對地衛生有些保證 好了 醃牛腱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等一會兒我先拿個容器 先把牛腱切開 大家可以看到 通常很多時候 它還未存生的時候 有整隻手臂那麼長 但如果我們做牛腱的時候 那些金錢腱 就會一直縮縮縮 縮到差不多 只剩下一半都不夠的長度 而且它會很窄 我們要做到 就是它很健食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用片的方式 有些呢 就是 難度 那我 為了要就力 我就要是 在前面片 那 那盡量呢 就不要片到它太厚 OK 那太厚的話呢 就難熟了 那你煮的時間呢 就會長了 那 那 金錢腱呢 它相對 就比較硬 那所以呢 就是 比較多筋 所以呢 就沒有切牛肉 這樣 那麼瀟灑的 那大家 要小心一點 那 那 那 都是比較 什麼呢 那 就盡量 斜刀這樣切它 那就不要切到這麼厚 那 要摸一摸把刀 大家等我一會兒先 所以 整天呢 大家會看到我整天磨刀的 是啊 古語都有一句說話 叫做什麼 公肉善其時 必鮮利其氣 有一把鋒利的刀呢 是很重要的 那 那我試一下它 OK 行 那 那 大家看看 我 片 之前 即是磨刀之前 和磨刀之後 大家看看 是不是差很遠 是不是感覺上 鋒利很多 快很多 所以 為什麼 大家會看到 我經常在鏡頭面前磨刀 我不是特意演戲給大家看的 而是 這個是我們 進廚房經常會面對的問題 接著 第二條 大家看到 我磨完之後 很明顯 那把刀就爽了很多 那把刀呢 就爽了很多 後面 後面 那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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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過細 太過細 太過細 太過幼 那我給大家看看 我這樣撇了出來 這塊牛肉 就很大塊 好明顯 好明顯 大家會見到的 這一條呢 是比另外一條的 那 通常 那些店家呢 都是 這樣組合的 那 我希望大家明白 某些 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選擇 也不能怪店家 那這塊呢 我就可以片出來 就比較大塊了 那 大家看看 是比之前那條呢 就大了足足有一倍 那 沒辦法的啦 這些呢 就沒得叫 因為本身它便宜 你就沒得叫 那個肉檔呢 就幫你切 三十多元 人家賺得你多少 是不是 如果它用機刨的話呢 可能會快些 那就看一下 那個店家本身 他自己做的那個 就是那個方針啦 那 大家會見到呢 我就沒有挑起它的根的 那 本身牛展呢 就都 啊 頗多根 那 那我這個沒有辦法了 很難很難切啦 所以我當它 當它牛柳絲那樣切 因為那個頭呢 就很難攪的 那盡量要切薄些 那當然 那大家呢 就可以是 不用 就是 不用一定要學我這樣的 啊 就買這個急凍啊 去新鮮牛肉檔啦 那你叫它買牛展就可以了 那那些牛展呢 就漂亮很多的 和大塊很多的 那 不過呢 就當然貴很多啦 那要一百多元啊 那我這裡呢 一磅才是 三十六元 就是大概 成1.25 啊 就是大概 四十 四十 啊 啊 平時呢 是我們的 就是 習慣啊 啊 是 比呢 硬性所謂的 就是 硬性所謂的 就是 分開的那些 生熟針板呢 其實那個衛生程度呢 是高過呢 你是 因為你以為 分開了生熟針板 然後做事好 隨之 啊 沒有注意到平時自己的習慣呢 就來得呢 是更加衛生健康的 OK 那 下一點薑片 跟著然後就切這個 啊 切這個薑絲 好 然後放進去 那 跟著我們 開始調味了 啊 那 他都要有一磅 那 但是都不要 放太多鹽 少少鹽 半茶匙 跟著之後 一根糖 三分二茶匙左右的雞粉 啊 胡椒粉 或者胡椒碎 跟著然後 芝麻油 可以放多一點點都不怕 好嗎 香點 跟著然後呢 酒 酒 在這裏呢 我就當水用 啊 跟著然後 生抽 一茶匙 左右 跟著然後呢 就蠔油 又是 又是 接近一茶匙 那 大家看到很多水的 那 大家看看我 拌後呢 會變成怎樣 那 粉那方面呢 就可以放多一點點 那 一茶匙半 再把水拌勻 然後呢 把水拌勻 再拌勻 就少了很多了 跟著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繼續拌勻 那 在這裏呢 就探討一個問題啊 那 大家如果跟著我多的話呢 跟著我的話呢 都知道啊 那我經常都說 建議呢 拌肉呢 拌肉的時候要下水的 那 那 那個水的比例呢 是基於什麼呢 就是基於 完全力乾水的情況之下 那 那 然後大家會看到我鮮頭呢 就這樣洗完之後呢 水滴滴 我直接切的 那切完之後呢 我沒有力乾水 直接放在這裏那裏 那裏呢 那所以呢 這裏來講 大家呢 就需要 加少點水 就不是按照那個 牛肉 兩份牛肉 一份水 那個 去做 OK 那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 鮮流水的 我要拌到現在呢 就沒有了水為止了 OK 那 現在所謂的沒有水呢 就是 不會有水倒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雜側呢 已經是七十度角的了 好了 那 跟著現在我拌完了 現在呢 我經常都說的 拌得好呢 就是你整道菜式的 已經成功了一半了 OK 那現在拌到沒有了水了 跟著呢 我們就加油了 這個步驟 那很多人呢 在拌油的過程呢 就任由它 就這樣 隨便拌兩拌就算了 但我不是的 我要將那些油呢 吃到那些醃料那裏 會更加強 亦都呢 是會令到那些肉類呢 就會更加滑的 OK 那 大家看看 沒有水倒流的 記住 這個是標準來的 好 那 醃好了 好了 跟著完之後呢 我就處理這個菜 那 那 菜呢 那 我們粵廚 那 有很多人就不明白的 那 我們粵廚呢 通常呢 就會切走那個 是 菜的尾部 那 以及是它的花筒 那 那 大家要 就是 可能會有個疑問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浪費 其實呢 這樣基於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呢 就是菜葉呢 就會比較鹹的 比較容易吸味的 OK 但是呢 同時呢 因為呢 它的菜味呢 其實是比較難炒的 所以呢 我們 廣東人 粵菜有所謂的菜丸 什麼叫菜丸 就只吃它的管 那 醃呢 就吃小部分 這個純粹是各地的飲食文化的問題 就沒有說浪費不浪費的 那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炒菜呢 又跟東北的炒菜呢 那個風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說鑊氣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鑊氣呢 是比東北的 還有 為什麼要切走那些葉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技巧上 技術上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什麼 那些菜葉呢 會很容易儲存水 還有蘑蟲 很豐富的水 那如果大家呢 想炒菜心 是不出水的話呢 當然要切走它的菜葉 明白嗎 這個呢 就是我們對美味的追求 就是不要說環不環保 因為 在今時今日的人類 除非你身處非洲 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我們追求的 就不是兩餐溫飽那麼簡單的了 一斤的菜 就切走它 那 那今天呢 我選一些比較幼廣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呢 就比較脆口 那 有另外一種鮮滅菜心 就粗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 粗到很離譜那種 那些呢 那些呢 就健食一些 飽肚一些 但是呢 那些呢 其實呢 相對地呢 就沒有這些菜心的菜味 和那個口感那麼好的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要 有什麼材料呢 薑片 幾顆蒜 跟著之後沖倒 OK 那這個就基本上就是 這個是菜圓炒牛腱 或者牛肉的基本的步驟 那我現在呢 大家再見一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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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乾爽的 OK 那大家看到呢 我現在這個 這個拌法呢 其實大家可以是 變成牛肉的 但是我呢 就比較喜歡做牛腱 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比較喜歡用牛腱 我知道大家呢 就很喜歡呢 炒牛肉呢 就要又嫩又滑 最好就爽了 大家說是不是 是呀 於是乎呢 我們就想方切法呢 是去做 就是 弄到那些牛肉呢 就很亂 那我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很多種的醃牛肉的方法 都可以很亂的 只不過是不同味道而已 但是處理牛肉呢 它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你職業呢 除非你是用好 即是用對的那個部位 還要是新鮮的牛肉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一定要隔晚 隔一天 或者是起碼一個小時之後 你才可以炒那些牛肉的 但是牛腱呢 就有個好處呢 就是一拌完之後就可以了 是比牛肉呢 簡單很多 和快捷很多 不過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那麼完美的 有好就自然有不好 對不對 牛腱有個什麼問題呢 你一炒到它過熟 就硬到媽媽都不認得 就算你好好的牙力 都炒它不爛的 但是如果呢 你可以控制到它那個牛肉 在大概90%熟 至到110%熟之間的程度的話 哇不得了 這個呢 我覺得是好吃過任何一個部位的牛肉 本身它有筋 有一點點肥膏 所以呢 就不需要懷疑它的肉味 但是呢 同時間呢 因為它有筋 所以呢 你一旦處理不當 一個風險就是 會癮到媽媽都不難的 但是 如果你處理恰當的話呢 它絕對是比牛肉更加 什麼呢 更加爽脆 更加嫩滑 OK 可以不可以 那就記住 這裡呢 我就講了比較多的廢話 如果大家都還有不明白的話呢 其實我還有另一條片 是炒牛煎的 就是七彩咖哩炒牛煎 OK 你可以大家可以在另一條片 再看看 到底我怎樣處理 其實就差不多是 差不多這樣處理的 OK 可以不可以 好了 下一個鏡頭呢 我們進入去直接炒 好了 大家先看到 我怎樣醃這個 這個牛煎 這個牛煎 現在呢 水滾了 那做什麼呢 我們要先炊菜 炊菜之前呢 我們要加鹽糖味 第一 就是可以上味 第二 就是加糖呢 就可以保持醃肉素 讓它不用那麼 就是魚 另外呢 加雞粉 就可以勾出 它那個烤素 就可以勾出更多的醃肉素出來 接著放幾滴油 生油 熟油都好 沒有問題 最重要要有油 那大家看到 我已經放在這裡 就差不多大半個小時了 那 沒有水滾出來的 所以呢 我這個是非常之靚 這個牛煎 好 然後下菜 那大家看到呢 今晚我煮三個菜 我一斤菜 還加上呢 那兩粒瓜呢 其實切完之後 都起碼有十兩肉的 那所以呢 大家會見到呢 我們吃蔬菜呢 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平衡的營養 那也都幫助消化系統 OK 那好了 那講到這個是菜啊 整天都聽到 什麼叫做斷青斷青呢 那它一轉色 其實就是斷青的了 OK 行不行 一轉色就是斷青的了 那斷青呢 就每一種的蔬菜 都有不同的時間長短的 那就視乎呢 你看一下你煮什麼蔬菜 那現在呢 它斷青了 跟著之後呢 我不想它太過爽的話呢 就稍微 錄一錄它 等一等 一斷青之後 等十幾二十秒 OK 那如果是 想它軟一點的 就再長一點 如果它 你不想那麼軟的話呢 一斷青呢 其實你可以撈起的了 尤其是這些 就是這麼什麼的菜心 就是這麼幼的菜心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做什麼呢 我們呢 就要是 做這個 我看一下先 看到嗎 那就是做這個過冷河 那 拿起它之後呢 我們立即呢 就拿這個 冷水 水牛水 就沖它 那在沖它的期間呢 我們就要是 處理牛子 那這邊就開火了 好 好 先把鏡頭過來這邊先 那 那 跟著之後呢 又是拿這個 抹油紙呢 就是 抹乾的水呢 讓它快一點 乾 好了 那 水這裏就滿了 那麼 也都避開完水了 啊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這些菜心啊 那那隻碟盛起它 那麼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那燒鑊 那麼我們就要處理這個是 牛煎啊 那麼大家會見到 那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點水都沒有的 啊 那 現在建煙了 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 那 然後就 然後就 把油 那我現在呢 就當是 半煎 半炒的形式 就大火 走油啊 那 現在呢 我只要呢 就鋪平它 就它第一邊呢 等一等它 不要那麼急啊 啊 不要那麼快翻轉它 那這樣就稍微呢 就擋起鑊 啦 跟著呢 就等它呢 是那些油呢 可以走勻了 所有的位置 這樣呢 才可以走油呢 或者煎的時候 就煎得它甘香啊 好 我現在呢 就繼續 然後它彈到周圍都是油的 我馬上抹它 我馬上抹它 那現在差不多了 你看到嗎 它一夠身呢 你一拌它呢 它就離了 那 那 翻一翻它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煎呢 不要煎得它這麼熟啊 啊 啊 現在呢 就有七八成了 就行了 那我們就 立刻拿起它 這個時候 最多都是七八成而已 記住啊 牛腱要好吃 剛剛好熟呢 就 又滑又脆又爽 好 好 拿回這些油 這樣就沒有什麼 怎麼黏鍋 我就可以煎得它了 給大家看 七八成熟 大家見到有少少 有部分呢 就生生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熟的 OK 好 那我先把它拌均勻 因為它有水 油不斷地彈到周圍 要重用這隻鍋 你就沒有辦法了 就一定要有些技巧 啊 如果不是那些油呢 就彈到周圍也是的 好 這個時候見煙了 我們先加一點油 先 在這個 它燒一鍋的時候呢 我就要做一些東西 就是 打一個小小的薄芡 讓它靚仔些 好了 現在呢 就夠了 接著呢 我就下薑片 爆一下薑片 先 讓薑片出味 好 跟完之後 蒜頭 放進去 蒜頭和薑都出了味 最後把薑片放進去 稍微煎一煎它 讓它出味 先煎它 天啊 我不小心 關小火了 所以要煎那麼久 如果它夠紅的話 就行了 現在呢 現在呢 煎到呢 那些 蒜頭呢 就見到苦皮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將它放進去 大家看看, 这样炒菜, 你告诉我, 那些菜心不惹味, 没有不够锅气, 哪有可能啊, 是不是?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调味了 在下肉之前调味, 因为这个时候, 给些菜上味, 给一点点味给它 盐含 糖, 容易些少少 鸡饼粉 这很香的菜, 非常香和气 这个时候, 炒均了点菜, 继续倒些牛肉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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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鱛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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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一茶匙左右 增加它的香气 這樣就完成了 簡單吧? 簡單 這個時候我們就 過來這邊 我就一邊擺盤 一邊做解說 這個大家就看到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用鉗的原因 因為這樣就可以 方便我擺盤 方便我做事 而且這些鍋 半中式半西式的鍋 其實就不太適宜 使用這個鍋鏟 OK? 大家看到 其實要擺盤 都不是難的 不過呢 需要花點心思和時間 其實煮食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酒樓 為什麼擺得這麼漂亮? 就像我這樣 這樣 把這個 菜心 鋪在底下 當然 有擺盤 有很多方法 我一邊做總結 我一邊做總結 其實這個 就可以 非常簡單 今天有汁水 非常豐富 今天 用牛腿 用牛腿 會好過 用牛肉 第一 哎呀 算了 那塊掉了 就算了 第一 這個牛腿 本身呢 便宜些 第二 在這個 處理上面 其實呢 比這個牛肉更加容易 因為牛肉呢 要達到又爽又滑的效果的話 你必須要醃 最好就是隔一晚 或者是比較長的時間 放在那裡 讓它入味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很難呢 會做到一個好的 就是 這個 醃肉的效果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牛腿就有個優勢了 因為大家見到呢 我是即撈即醃 頂了 就是因為我做事的原因 我就隔了差不多大半個小時才煮 OK 行不行 記住啊 這一個就是我採用牛腿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 牛腿呢 其實呢 它有一個特質的 就是呢 如果你過了火的話呢 它就很韌的 喏 大家可能不相信 那我現在呢 剛剛好熟 喏 喏 嘩 或者叫做酒油 其實不要用煎 是要用酒油 因為酒油會快些 還有呢 就控制它的生熟度 因為煎呢 慢慢滲進去 它就很容易煎熟了它的心 在這個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 我都說了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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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剛剛好熟 才好吃 記住 好了 然後呢 我們要用大火走油 煎到七八成熟 煎到七八成熟 就好拿起了 因為你剛剛好呢 你配合那個菜呢 配合那個菜呢 就非常之… 剛剛好就達到接近 或者剛剛好超過少少 一百百分之熟 這樣 牛仔才是最好吃的 至於呢 我們卓菜的時候呢 記住 我們一定要是 卓菜 為什麼我要… 就是 我要在這裏解釋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卓菜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我們卓菜呢 其實是為了它的效果更加好 為了它控制那個… 生熟度 會更加容易 炒的時候 會更加容易控制那個效果 OK 所以要卓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卓菜的時候呢 我們會提前呢 會下味的 那麼 下味的原因 就第一個 當然是 讓它有少少少少的味 就不用說什麼味都沒有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呢 因為呢 我們要呢 是要令到它呢 是更加脆綠 為什麼呢 因為糖呢 是可以保持這個葉綠素 而雞粉裡面的酵素呢 是可以令到帶出它更加脆綠的 大家看到 我炒菜幾乎是疊疊都是這麼脆綠的 甚至比它原先 生的時候呢 是更加脆綠的 原因就是這裡 OK 今天呢 我這個呢 就有多少水啊 那我就 不是很滿意的 但是這個水當中呢 我都 認為呢 是沒有妨礙到它那個 食味的 那就OK啦 不是100分滿分啦 但是起碼 都吃得下這樣啦 OK 好不好 喏 這個菜呢 我真心建議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過吃牛肉 真的 是好吃 我再嘗多一塊先 如果呢 它包裝呢 就是兩... 即是包裝呢 就是兩塊一起 有一塊呢 我之前都說了 就好 有一塊呢 就不好 那如果大家 懂得選的話 看看它有沒有獨立包裝 一條一條 自己慢慢選 選一些脆一點的 沒有那麼多根的 那呢 那呢 那牛仔呢 就最好的 那當然啦 可能會比較貴 啊 還有呢 我們醃牛仔之前的牛仔 因為牛仔本身呢 它就 很柔的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呢 就要用斜刀切 為什麼呢 這樣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接觸面 令到那塊肉呢 由這麼窄窄就變成這麼大塊 足足可以增加了一倍的面積 這樣既是可以見吃 從現在呢 亦都可以令到那些肉呢 那個效果更加好 好嗎 好了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又一樣的送已經完成了 那麼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